前几年各种辣眼睛的古装丑男罢评,引起不少网友反弹,而最近古装剧帅哥含量终于渐渐多了起来,像是花尖令留学艺就是公认的帅。 与凤行林更新也已经赢过太多国欧丑男,爱偶肖战,杨阳,罗云熙,王鹤蒂也都是人气火爆的古装帅哥。 大家最爱哪一款古装美男呢? 之前陆网也热议起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,以下是网友提名最多的十位。 肖战,杨阳净榜不意外,但最后一位呼声最高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一,杨阳。 虽然大家对杨阳的印象,普遍都来自微微一笑很倾城,你是我的荣耀这些线偶填宠剧,但杨阳的古装也是一绝啊。 杨阳在且是天下饰演的风兰西,被不少网友提名。 其实,且是天下的造型,有些吐槽的声音,像是头套不太精致,头发梳得太平等的。 但这些造型,全靠杨阳的颜值撑住了。 今年杨阳也还有一部大男主古装剧《凡人修仙传》代播,目前是出的路透照,杨阳依旧非常好看,很像小说里走出来的仙人。 在《凡人修仙传》是出预告中,杨阳27秒打戏不仅动作流畅,利落前翠,还被网友大赞妖力无敌。 尤其他用手指转动匕首的那几秒动作更是帅到不行,让网友看好,他能凭此剧甩覆平再穿高峰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二,肖战。 肖战当然上榜了,肖战是公认非常适合穿古装的男星。 他有助立体的脸型与高拳鼓,使得上镜头的轮廓会比较明显。 这种脸型特别适合长发古装,确实是美男子啊。 大家更喜欢陈情令搞怪可爱的魏无羡,还是遇古遥,孤高清冷的时影呢? 不得不说哦,肖战的古装几乎从没有崩坏过,穿白衣式清冷绝尘,黑衣利落皎洁。 最近肖战在新剧藏海传的宫廷古装也很好看,像儒雅书生。 自从藏海传拍摄以来,不管是轻衣书生造型,还是红衣观力造型都或网友一致好评,甚至被封为天选古装男主角。 认为他能驾驭各种古装造型,近日最新两款剧照曝光。 一款是他身装宽大灰衣,头发简单竖成一团,被关进牢狱的虐心罩。 他站在监狱门口,整个人神色麻木又有些悲哀,昔日炯炯有神的双眼变得相当空洞。 狱中的火光照射在他的俊脸上,有几分凄凉。 部分网友猜测他近日应该是正在拍摄家族遭灭门,悲惨入狱的虐心戏份。 不过也有另一部分网友从发型推敲, 认为这是他围观后,运筹帷幄,刻意入狱的星际戏份。 肖战另一款《藏海传》最新剧照,则是穿着白衣遭遇火烧的造型。 他的白衣造型与前几个造型不同,不像是完整戏服,反倒像是穿着戏服里头的单衣。 他绑住公子头发型凌乱,整张俊脸更是满是灰黑脏污,衣服上也充满火烧污渍,甚至还有可怕血迹。 从刘海发型可知,这应该是他拍摄该剧男主角《藏海早期戏》的画面。 很大可能性是拍摄《藏海年少》面对家族灭门倾覆,却无能为力的受难过程。 网友对于肖战《藏海传》以曝光的十大造型多数给予好评。 郑小龙导演最会拍悲情戏,非常期待肖战的虐心桥段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三,王赫帝。 还记得当年王赫帝在御龙被骂古装丑男吗? 没想到后来王赫帝在《苍蓝诀》一举翻身,成为大家心中的古装帅哥。 小编觉得当初王赫帝会被骂古装丑男,造型师要负很大的责任。 因为去年被疯狂吐槽的以爱为赢,安了转,和御龙造型师都是同一个,装造无一例外全都IP了。 反观《苍蓝诀》,大家都觉得这部剧造型是很厉害,最大程度地凸显了王赫帝浓烟五官的优势,剧里各个角度都非常好看,霸气但又带着精致感,十分美心。 而王赫帝主演的《大风打耕人》是2024年期待度非常高的古装剧。 王赫帝搭档田锡威,找来坠绪的导演加编剧,并且是心理传媒加腾讯加粤文集团的三方合作。 《大风打耕人》是一部古装大男主剧,和《苍蓝诀》那种仙气飘飘的风格截然不同,但王赫帝一样帅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四,罗云熙。 罗云熙常常被说穿古装比时装更有记忆点,她身材偏娇小,穿时装比较不显眼,但换上古装却是完全另一种感觉。 可萨可鲜可帅可美,特别适合飘逸的长发。 罗云熙穿上古装有一种仙气,就好像真的是古人穿越过来的一样。 从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到《长月静明》,各种古装造型她都撑起来了。 而接下来罗云熙还有颜辛记、《水龙鹰》等古装剧代播,扮相依然都很帅呢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五,邓伦。 邓伦的提名度也颇高,虽然邓伦不是典型的美帅长相, 不过她标志性的单眼皮狐狸眼,越看越迷人。 一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让罗云熙、邓伦两个古装美男窜了出来。 比较可惜的是,邓伦2022年卷入税务风波, 这之后应该很难再看到邓伦复出了。 想重温邓伦的古装,只能回去重刷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或《风神演绎》了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六,陈兴旭。 陈兴旭也被不少网友提名。 其实去年陈兴旭在仙霞剧新洛宁城堂古装扮相有被吐槽, 陈兴旭不适合仙霞剧,更适合权谋剧,或是有宫廷背景的古装剧。 像是东宫,就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经典。 东宫的装造真的太太太经典了,前期陈兴旭有些抑郁扮相, 后期成为太子,各种古装都非常适合陈兴旭。 陈兴旭也属于农言戏长相,五官精致, 眉宇之间还流露住一股邪魅感与霸气, 特别是和眼要去争名逐利的全臣,太子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7,吴磊。 吴磊经典的古装角色也不少, 像是心汉灿烂,霸气又禁欲的林不宜, 还有长歌行,骁勇善战的阿施勒笋,都很帅气。 吴磊的古装不走肖战,罗云西那种仙气飘飘路线, 反而充满男人味,很像小说里走出来的少年将军。 虽然剧情评价是心汉灿烂更高, 但有不少网友都对长歌行,阿施勒笋印象深刻呢。 这个角色身上有一种野性,而吴磊很好地把这些特质发挥出来, 是今年很少在古装剧看到的男主类型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8,徐凯。 徐凯自从演习攻略之后,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古装美男, 后续就古装剧一部接住一部拍。 从招摇,从前有做林剑山,千古绝尘,上市到今年的奇经招。 只要是徐凯演的古装剧,都会引起关注。 徐凯算是一股一筋,时装古装都很好看。 他长得健眉心目,很能驾驭各种古装造型。 而今年徐凯还有一部和田锡威主演的古装制怪剧《紫叶龟带波》两人颜值都高。 不少网友都笑说,很久没有看到男女主角颜值这么起鼓相当的古偶了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9,霍建华。 今年随着古装丑男越来越多,不少网友也越来越怀念起初代古装美男霍建华。 然而霍建华婚后就减少拍戏产量,就算街星戏,也都是以现代剧居多。 很多网友都敲碗,想看霍建华在演古装,这颜值不演古装剧简直浪费啊。 从《仙殿骑侠转3》的徐长青开始,霍建华独有的优裕古装美男形象就深入人心, 之后又有亲世黄飞刘连城,八千古白字画等角色。 而许多网友都难忘的是《语一鸣飞传》《朱祁镇一绝》, 剧中霍建华和刘诗诗的一幕学景名场面,到现在依然让很多人难忘。 网易近十年最帅的古装剧男主角时,陈晓。 网友呼声最高的古装美男是陈晓。 陈晓也是被大家敲完,应该锁死古装的男神。 早年陆珍传奇的高战一角就很让人惊艳。 而即便是在云中哥、神雕侠里穿着于正打造的花花绿绿古装,都难养陈晓的帅气。 陈晓在梦华路更是帅出新高度。 陈晓常驻一双桃花眼,在梦华路和刘亦菲两位古装神颜对起戏来,简直火花四射。 陈晓也是少数穿古装有古运的男神,他的古装就没瞅过。